李显龙总理在总结美国访问时指出 我国在乌克兰战争中采取了很明确的立场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 不可以让其他国家没有理由的被侵犯 此外,也不能以历史的错误或不合理的旧决定 来质问或挑战国家主权 总理说,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国际规则 对新加坡和许多其他国家都会造成新的威胁 这个不是选边战,这个是维持国家的利益 捍卫一个基本的国际原则 新加坡一向是秉持这个原则 所以在联合国多年来,每几年都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不同的国家会发生战争 或者某个国家侵犯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事件 那我们每一次都维持一贯的政策 在中美课题上,总理表示 中美两国关系已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 不过,他相信中美双方不希望关系因为乌克兰问题而进步恶化 我希望双方都能够保持沟通联系 坦白坦率坦诚地讨论他们之间的一些分歧或矛盾 逐步扭转他们关系的走向 那让两国能够维持长期稳定的双边联系 让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角落 也能够从中受益 在冠病的问题上,总理指出 疫情已持续了两年多 美国人已接受冠病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让官兵阻止他们的日常活动 但仍需保持警惕 总理指出 美国人做得到 相信国人也能够做得到 新闯明星困记者 聂国威 纽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